大太阳下台电人员头戴工程帽 佩戴重达10公斤的装备 爬上10公尺高的电线杆 台电技术竞赛11号在高雄训练中心登场 其中这身影成为全场焦点 空姐出身长相甜美的蔡珊妮 被称为台电空姐 2021年和姐姐一起口径台电 这回兄妹俩吸手挑战配电外线项目 至于为什么要转换跑道 她给出答案 在空服员的时候有时差的关系 所以身体比较不好 现在全身都湿透了 对啊 所以身体比较健康 因为每天都可以流汗 之前当空姐有时差困扰又容易生病 才决定从天空上转换跑道到地面上 只不过在台电工作得长时间晒太阳 这回汗的配电外线技术员 工作内容真的不容易 开始的时候会怕 但现在就是班长都跟我们说 要相信挂感带 虽然我还没有很相信她 但是还是可以怕 主要是力气有时候不太够 但是我觉得就是技巧方面的部分 如果多练习就可以说很深奢 蔡珊妮人生大转弯 展现女力台电版奥运 今年共72个单位 1,210人报名参加 学蜘蛛人爬上爬下 登高10公尺配电抢冠军 记者蔡武言诚实练 陈宜荣高雄报导 好 女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校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